各位 迎光幕上面所见的就是一个世界地图 世界地图有分红色、蓝色和黄色 红色是苏联或者俄罗斯 蓝色是美国 黄色是中国 这幅图说什么呢? 红色的地方就是说 那些地方里面的第一个去太空的人 是由苏联或者俄罗斯送上去的 蓝色部分的第一个太空人 就是由美国送上去 当然在中国暂时没有帮其他国家 是送太空人上去太空 因为中国被他们阻止了 不能够参加国际太空站 因为不能够进国际太空站 所以中国又弄自己的太空站 中国自己的太空站 就刚刚才去年完成建设 所以现在都是自己中国人上去 如果你要上去的话 就是学中文 也有一些外国的朋友正在中国受训 准备去中国的太空站 但无论中国暂时没有 但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南韩 红色的 即是南韩第一个太空人 苏联或者俄罗斯送上去的 日本也是这样 这里越南也是这样 这个地方我不记得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否菲律宾 这里应该是菲律宾或者马来西亚 这边是印度 那边就是南非 这里就是南美的国家 反而很多美国的盟友 日本、南韩 这里 在欧洲这里 连英国 都是红色的 都是由苏联或者俄罗斯送上去看空的 美国其实 不是送了很多人上太空 目前来说 美国那两个 用波音的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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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哈哈 romeo 也有相当多国家并没有太空人去过太空 没有 都是限制一些 但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情况 美国所谓的盟友都分很多层次 有些盟友就是 你想去太空吗? 你找俄罗斯帮忙 譬如日本这里 南韩这里等等 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